洛杉磯縣警長維拉紐亞在星期三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該部門的工作人員短缺問題越來越嚴重 目前有783個職位空缺 他指責了洛杉磯縣監視會凍結招聘 並且表示這些巡邏站有時只有70%的人員在運作 現在預計由報警到回應的時間是3分鐘 但是因為人手不足,預計回應的時間可能會更加長 在一些偏遠沙漠地區更加可能會長達20分鐘 維拉紐亞還表示,由於人手短缺,犯罪率正在上升 數據顯示,2021年有1522人因為槍擊被捕 與2020年的同期相比洛杉磯縣的犯罪率飆升了200% 同時,院治安官表示,即使現在立即開始招聘 讓更多的警員走在街上也需要時間 僱傭並且培訓一名新警員最少需要10個月的時間 警長維拉紐亞表示,希望聯邦政府介入 由於人手短缺導致的犯罪激增問題 樂園原政委員蘇利斯·Hilda Solis表示 警察部門的預算已經有2020至2021年的35.4億美元 增加到2021年到2022年的36.1億美元 總結束了 總結束了